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两款车的外观设计无需过多介绍 本田雅阁从2018年换代以来就没有再进行改款 转向运动的这种设计放在弟弟思域上是很合适的 而放在B级车上当时确实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也还好 只不过有些审美疲劳了 再看红旗H5 多看一眼的回头率肯定是有的 它既传承了这种家族的设计 同时又有独特的辨识度 改款之后前脸的红旗标志 改为了这种非常贯通式的长旗标 而19寸的星之轮毂 也体现了中式的设计美学 新的H5继续采用这种环抱式的中控设计 它的这种整体感和科技感是非常强的 然后空调的部分 它是用这种触控式的方式 继续彰显了内饰的这种豪华感 从配色方面 它取消了原来这种棕色的内饰的配色 改变了这种深蓝色 那这个颜色呢 其实看更加的年轻时尚一些 也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 此外呢 电子的换挡杆也更加凸显了科技感 我们来看它在后方 还有手机的无线充电的功能 那就免除了手机过去拉很多线的这种 非常繁琐的尴尬 反观雅阁的内饰 那它的过去那种 非常多的实体按键来体现功能丰富的这种豪华感 已经彻底不见了 那我知道它现在呢 是为了传达一种简约的设计 包括雅阁的中控屏呢 采用的是扁平化的UI设计 外面是实体按键 包括空调的控制呢 同样是采用传统的实体按键 加旋钮的设计方式 但是呢 这个设计放在如今的BD产品上 真的是缺乏一些亮点 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呢 大家对两款产品的外观及内饰设计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可以说 红旗H5呢 在设计的风格上 更了解中国用户的喜好 但是我们说产品的性价比高低呢 还要取决于它的配置是否丰富 所以在下期节目中呢 我们将详细的对比这两款车型的配置 在我身旁的两款产品啊 红旗的H5 以及本田的雅阁呢 都是该级别中的重量级产品 一个是新的国潮作家 另一个呢 是转向运动设计风格的老牌日系产品 那在本期的节目中呢 我将带大家详细的体验 两款车型在配置 以及空间体验上 究竟谁更胜一筹 我们再来看一下雅阁的车内配置 那它采用了一个7英寸的中控仪表 外部呢是实体按键 再加上这个黑色的边块啊 弥补了它在这个尺寸上的短板 同时呢 它还支持语音 可以控制空调等功能 那其他方面呢 它的座椅啊 是一个仿皮的材质 坐上去呢 还是很舒服的 雅阁只有顶配车型 配有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 次顶配只有加热功能 其他车型均没有配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新H5的配置方面啊 新H5呢 它全系都是一个10英寸的中控屏 而且呢 它的语音助手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它的识别率 以及响应速度呢 都比原来更好了 那此外呢 像一键启动 像电动折叠的后视镜 以及感应式的雨刷 以及双驱的自动空调呢 它都是全系标配 所以从配置上来看 全新的H5真的是诚意十足 作为一款B级车呢 后排的体验也尤为重要 全新的红杰H5啊 它的整体的轴距达到了2875毫米 再加上合理的座椅的设计 前边有老板件 旁边呢 还有后排的加热 而且呢 新的H5啊 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全景天窗 整体呢 乘坐的时候 它的采光也比之前好了 64色的一个车内的氛围灯 在夜晚的时候 可以打造一个非常个性的 夜晚的车内空间 除了这个呢 旁边还有11个扬声器的BOSE音响 这让你整车的这种舒适 以及娱乐的体验都做得更好 感应式的后备箱 那日常放东西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我认为好的科技啊 就是让人化繁为简 那红旗的H5呢 它可以通过手机来远程控制车辆 远程的启动发动机 远程的控制车门上锁 同时呢 还可以控制空调 甚至你可以提前把座椅加热打开 那这个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从空间体验上来说呢 全新的红旗H5凭借着超长的轴距 甚至带来了比本田这个号称空间魔术师 更好的乘坐体验 而从配置上来看呢 红旗H5凭借更多的智能配置 更加多的科技配置 带来了更好的这种使用的便捷性 当然买车呢 还是用来开的 所以下期节目中呢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两款车 详细的动力以及驾驶的对比 敬请期待 在前两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分别对比了红旗H5 以及本田雅阁 在外观内饰设计方面 以及配置和空间体验上面的区别 而作为一款B级产品 它的行驶品质也显得格外的重要 而行驶品质呢 又包括了 包括经济性 包括动力 包括底盘的调教等等方面 那么究竟两款产品 哪一个更生一筹呢 今天我们就在这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对比 日系车呢 现在都喜欢把外观做得非常的运动 但是呢 只有本田雅阁 算是做到了表里如一 那这款车开上去 第一感觉呢 就是轻盈 除了它的转向之外呢 它的加速 制动 都有一种 让人想开快点的冲动 CVT的变速器 虽然不是很运动 但是呢 这款CVT 算是调的非常聪明的 但是呢 底盘方面 其实不算是本田的强项 那 尤其是在过减速带 或者过井盖的时候 这种绿震的 不是非常强质感的感觉呢 就会尤其的明显 而且呢 NVH的控制 它也不如 像德系的品牌 或者今天我们对比的 红旗的H5更好 所以呢 我认为本田雅阁 是一款比较适合于驾驶的车 但是呢 如果论综合的车辆的 整体的行驶品质 和它的舒适体验 那它肯定 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全新的红旗H5呢 搭载了1.5T和1.8T 两款满足国流B的发动机 而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1.8T的发动机 配有48V的清魂系统 最大进攻力 145千瓦 最大扭矩呢 320牛米 并且呢 这台发动机采用的是 米勒的循环 热效率很高 首先啊 加速入48V清魂的车型呢 在发动机停机状态下 可以继续驱动压缩机 避免空调 一并停机的这种 尴尬的情况出现了 其次呢 在车辆起步的时候 采用纯电驱动 达到一个省油的目的 最后呢 搭载48V清魂的车型呢 在滑行的时候啊 还可以通过这个动力回收系统呢 回收一部分动能 增加的48V清魂系统下呢 1.8TD的车型呢 NEDC综合的油耗呢 从19年型的7.1升 降为6.4升 还拥有百公里加速8秒的成绩 一些滑行阶段啊 电机的动能回收 还能起到制动的效果 行驶更平顺 此外呢 全新的红旗H5 还搭配了1.5T 加7速失智双离合的动力组合 虽然排量比原来1.8T小了 但是呢 动力一点也没有减少 而是更加高效 169匹的马力呢 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的使用需求 在油耗表现上呢 也比原来的1.8T更低 而且还是四缸的发动机 不存在一些其他 1.5T三缸发动机的抖动的问题 可谓是比较经济划算的选择了 在动力的表现上呢 雅阁其实交出了不错的成绩 同时呢 还有混动车型可以选择 但是混动车型的价格呢 一下又上去了 综合性价比呢 不如红旗H5高 同时 在整体的驾驶舒适性方面呢 也并不如H5全面 本田雅阁呢 作为B级市场日系的代表呢 具有了多年的口碑积累 但我们发现 如今消费者的需求 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经过3T的对比呢 全新的红旗H5 它在设计的风格上 更加符合 如今中国消费者的审美 此外呢 它不仅拥有更加出色的 车内乘坐表现 还依靠着更加智能 和科技的配置 带来了更好的 用车使用体验 那此外呢 作为轻混高效动力负能的 全新H5 也拥有着更低的油耗 和更加细腻的驾驶表现 所以我认为呢 全新的H5 具备更强的吸引力 而在售后这一块呢 就不得不说一说 红旗品牌的 三中身一棉宝的心安保障 所谓三中身 是指红旗品牌 将提供终身免费保修 终身免费救援 终身免费取送 三项超级服务 再加上四年 或十万公里的 超长免费保养 整体市场价值 三万五千元 此外呢 红旗率先推出的 一元二手车保值计划 加入此计划的车主 就可以遵享红旗品牌 在同级别豪华车 最高保值率基础上 再加一元 回购车辆的超级优惠政策 锁定超级保值的特点 相信通过这些吸引人的保障 应该会有更多的朋友 开始支持国潮产品